日本艺术家草菅迷生的无线房间展览 近日在纽约切尔西的大卫卓纳画廊举行 吸引了无数游人前来排队 就为一读草菅迷生作品的真容 前来观展的人数众多 以至于在刚下完雪的早上 画廊门口仍大拍长龙 工作人员表示 这不是草菅迷生第一次在纽约办展览了 但画廊表示 这将是第一次前来观展的人超过十万大观 此次展览的三个关键词是 无线、错觉和网红 展览由不同的光影元素 以及草菅迷生的作品组成 前来观摩的游客表示 展览带来了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草菅迷生被称为日本现存的经典艺术家 擅长使用色彩创作别具特色的作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